以軍星期一突襲加薩南部一棟戒皮森嚴的住宅 並救出兩名以色列人士 他們分別是60歲和70歲 在被救出後已經與9人團聚 加薩南部城鎮拉法的醫院官員說 以軍的兇襲造成最少50人死亡 在醫院的美聯社記者證實了這個數字 荷蘭海牙上訴法院的法官 同意沙漠人權組織提出的訴訟 下令荷蘭政府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戰鬥機零件 芬蘭前總里斯塔布爾 51.6%對48.4%的選票結果擊敗前外長哈維斯托 肯尼亞馬拉松世界紀錄保持者基普圖姆 和他的教練在星期日晚 在卡普塔加特發生的車禍當中上升 無論如何 諸如此 有所謂的族 的非目撃的人